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中一件事就是 我們拗那麼久 其實我們知不知道月球的核心是什麼呢? 不容易去解釋的 雖然我們過往也曾經提過一點 它可能有一個不是固體的核心 但是還未能夠交叉印證到 到今時今日 我會說 在這個星期出的這個新聞 我想就會令到整個學術界 就傾向更加相信我們已經有一個比較確切 對於月亮內部核心的了解 其實我們不僅是想了解月球的內部 我們是想透過了解月球的內部 甚至乎了解月球的歷史 甚至乎可以了解到整個太陽形成的一些歷史 所以我們無論是對於火星好、月亮好 我們發覺你會有做不完的研究 所以你不要看到又想去拿樣本 又派一些東西去探測 甚至埋起基地 好像純粹是一個怎樣去霸地盤的問題 而實際上就是透過了解一些我們這麼近的星體 往往就可以了解到一個宇宙更加大的圖像 但是如果我們說我們確定了這個月球的核心是什麼 那究竟那個核心有些什麼呢? 現在根據最新的那個發現 它是結合了一個衛星的觀測 和月球上面表面的岩石採樣 和就是追蹤它一個電腦的模擬幾方面結合的一個結果 那麼首先我們本來如果你說二、三十年前 我們會說月亮的核心應該是固體的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上到去根本無法量有磁場 那麼我們就認為裡面不會有一個流體的核心 不會有東西產生到磁力 那麼我們地球本身為什麼會有地球磁場呢? 那麼其實我們就知道就是因為地球上面有一個 一個好像鐵陀螺那樣的東西 由它在核心上不斷轉動 就令到外面能夠很有效地產生這個磁場 而且我們看到那個星體裡面的流體含量越高 出來的磁場也都會越強 那麼這個是我們一路的觀測結果來的 但是隨著我們的觀測那個儀器越來越靈敏 我們發覺原來月亮是有微弱的磁場的 不是局部的,是一個整體大型的磁場來的 地球上面有時候有些地方都有磁力高低的 因為可能那個地方有些磁鐵礦在那裡 就干擾到那個磁場 但是整體上有一個很大的磁場 在地球上面任何地方都能量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由地球內部的活動而產生 而我們在月亮來說我們都發現 原來有一個很微弱很微弱的磁場在那裡 是一個整體性 所以我們現在就相信了 月亮裡面應該是有一個很微弱的液態的核心在那裡 那接著來的問題就是 那個液態核心有多大呢? 那一路下來都是一個估算而已 我記得我上次去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說應該有一個液態的核心 但是這次現在就是說 我們可以大約有一個比較系統的量度 來去約束一下這個月亮核心的參數是多少 首先地球的結構我們就是地殼、地慢、外核、內核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分呢? 就是因為由我們那些地球上面的 測量地震 那些這樣的測量地震玻璃的研究 我們知道大約有幾個不同的介質的地方 因為有那幾個不同的介質 有幾個不同的介面 它給出來那個地震波的反射有不同 所以我們知道是有多少層這樣的意思 現在我們根據同一個思路來幫這個月亮做研究 我們也原來都發覺在月亮那裡 是應該有一個鐵的核心 為什麼我們知道會是鐵呢? 因為相信它都跟那個產生磁力有關 二來就是說我們可以計算到它的密度 都是大約每一個立方尼米就有7克度 就是大約就發覺跟那個鐵的那個密度是吻合的 然後它整個核心的大小呢? 三百公里半徑左右 那麼大約對應整個核心 佔了它整個那個半徑大約是一兩成左右 就是現在我們講到呢 大約裡面的核心有幾大 而且我們相信它也有一個外核和內核 而這個外核相信就是一個液體的狀態來的 那麼這些完全就要靠著呢 就是其中一個就是說我們在月亮上面要擺地震探測移 就是那些叫不是探測火星震 不是探測地震 是探測月震 就是在這裡呢 我發覺我幾次很容易撈亂的 因為我說我們在火星上面會測地震 在月亮上面會測地震 在地球上面會測地震 其實就是這個目的就是 除了想知道它板塊活動之外 更加重要就是可以透過這些地震的資料 知道它裡面有些什麼東西 那麼現在呢 我們去加上這個衛星上面的觀測 對於月亮來說 有一個很有趣很整體的衛星觀測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是會放一些衛星繞著這個月亮去轉 然後呢就離遠地去做它地質的測量 就一路看一下那裡有沒有一些板塊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動了 就是譬如這個坑會不會是高了低了 移左了移右了 我們有一個整體的監察在這裡 我們就發覺到呢 原來呢 月亮上面這個月鶴 都不是說完全靜止的 除了它有新的隕石撞擊下來 令它有多個新的坑之外 其實它有一些板塊的活動在這裡 有些地方高了低了 有些地質活動在這裡 從這裡我們可以大約估算到呢 它下面是有多少東西在這裡 也都因為下面還有一些 有一些殘餘的核心的散熱活動在這裡的時候 是令到上面那個月鶴 是會有一點點的動動的 就等於我們地球上面會有地震一樣 所以你會發覺在這裡 原來探測這些月亮核心的狀態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監測整個月亮的地質 然後也是在探究月球那個不停散熱的那段歷史 就由這裡出來了 所以在這裡自己很籠統地說 就是我們監測月亮一直去的月學變化 在這裡一路冷卻收縮成怎樣的樣子 再看看月鎮上面那些震動的信號 穿過這個月亮的時候傳播的模式是怎樣的時候呢 就令到我們能夠掌握多了少少月亮核心的變化 所以再多一個資料就是說 相信這個月亮其實是在大約三十幾億年前左右 才是慢慢冷卻成形 在此之前都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一個狀態來的 它這個發現會不會幫到我們理解月球怎麼來的呢 相信都會的 起碼我們現在知道月亮它本身的質地是怎麼樣的 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將這個探索得更加仔細 令到我們甚至乎最後定年到就是說 月亮可能最早的地質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 這可以這樣打個比喻的 我們的地球我們知道 最早的地質可以找到的呢 就可以追溯到這個地球形成的頭過一兩億年 其實距離今天就是四十幾億年前 現在我們看到地球上第一批融岩結成的有硬的地殼 原來是比我們想像中早就有的 可以說到地球形成了可能一億年左右就已經有的了 那究竟月亮的年齡和地球的年齡會差多遠呢 哦原來你說 原來它的質 現在我們知道是不會差很遠 但是可不可以仔細到原來是 四十五億年和四十三億年的分別 我們可以分辨出來呢 如果能夠分辨到的時候 甚至乎我們可以結合我們的學說就是說 哦原來在地球形成的頭過一億幾二億年的時候 就已經遇到外來的一塊隕石撞擊 就令到它拉扯到一個月亮出來 會不會講到這樣的故事呢 那麼這個就要透過在地球本身的地質考古 和月亮本身的月球的地質考古去互相印證了 現在我們暫時的主流學說 我們都覺得差不多的時候的 大家都是四十幾億年 但是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去很肯定地去證實 就是月亮比起地球年輕的多少 我們基本上就想定了 就是要不就是大家同時誕生 要不就是月亮比地球年輕一點 那究竟差了多少呢 那這個就希望可以在未來再找到這個答案 那除了月球之外呢 火星呢 它有什麼新的發現呢 那就拉在一起講啦 就是又很有趣的 我們地球上面很多太空來的隕石 但是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其實我們現在確認到一些隕石呢 是由火星跌下來的 就是可能大家如果相信外星人學說的話 就會覺得這個講法不是新鮮的 因為呢 以前很多人講外星人電影 就講著 嘩 可能地球生命來自火星 那他們講的一個故事就是說 其中有些由火星上面的石頭 飛了出來 就跌到地球上 那你可能就會問 火星上面的石頭 好地地怎麼會彈出來呢 那就應該是有東西撞它 激烈的碰撞 撞到它彈了出來 彈了出來之後 剛好有些東西跌落了去地球的軌道附近 甚至乎被地球的引力俘虜了 然後又在地球上我們撿出來 於是乎就 這件事原則上是可行的 這件事是可行的 但是現在很有趣的 我們就經過我們的鑑證 我們暫時在地球上面搜集到 有200多個隕石的樣本 隕石有很多 但是其中有200多個隕石的樣本 我們是鑑證之後 我們相信它應該是來自火星的 甚至乎我們現在會說 甚至乎我們會知道 它是來自火星上面 哪個隕石撞擊坑那裡出來的 現在我們會說的 有那200多個的火星隕石的樣本裡面 其實我們發現 暫時找到源頭那些 基本上都是來自火星上面 其中五個比較大的撞擊坑 現在我們能夠說到這樣 是的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它是火星來的 這裏就是最困難所在 我記得那天聽過那些人說 在地球上面 首先不要說是火星來的隕石 普通隕石你怎麼找呢 那可能你說 我剛好有人看到有個流星畫過 看到它撞到山上 我走去那裡撿的 這樣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OK 但是不是人人都有這麼好運 這樣被你親眼看到 還走到去撿到的 是不是 那除非那個樣本夠大 那的確在地球上是有這些樣本的 有些租真是很大的 包括在澳洲那件很大的那塊石 其實我們都知道是一個隕石來的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你去一些地方是很容易令到你篩選到 哪些是地球的石 哪些是隕石 那其中我聽過就是去南極或者北極 因為那裡只有冰 就不會無端端有塊石在那裡的 所以如果你撈到那塊石 那塊石只能是來自天上的 所以其中一個收集隕石 樣本很喜歡去研究的地方 就是南北極這些很多冰的地方 產了一堆冰上來 出去溶了去 剩下的石頭 基本上都是隕石來的 那好啦 哪些可以知道是火星的呢 那我再講一個例子 另外除了南極北極 原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什麼呢 沙漠 薩哈拉沙漠 我們知道那裡應該那些沙有多厚的 我們可以量度到的 但是那裡突然之間你發覺很淺層 到無端有塊石在那裡 我們就知道了 應該就不是下面上來的石 而是上面掉下來的石 那所以原來呢 在那些摩洛哥啊 薩哈拉啊 就是利比亞這些地方呢 埃及啊 就是總之有沙漠的地方 有礦野的地方呢 是比較容易我們撿到 就是隕石的地方 而且那裡一旦出現的時候 你很容易將它和周圍的 地理上的石質去做個分別 你就知道那樣東西呢 不是由那裡原生的 是由天上掉下來的 那這裏就大約知道我們去哪裏 去撿這些火星殞石這件事了 但是怎麼確認那樣東西是火星呢 那這裏又要說了 因為地球上面那個岩石的構成 和很多外太空上面的那些岩石的構成 會有不同 裡面不單止是哪個多鐵一點 哪個多其它微量元素 稀有金屬或者稀土會不同 而是裡面簡直整個放射性和位數會有不同 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因為 很多在太空上面的石 它是沒有受到那個 就是第一它沒有那麼多大氣層去氧化它 氧化率未必有那麼高 所以很多時候那些隕石就整個天鐵的跌下來 也有 另外就是它們比較長期受到宇宙輻射去照射 就沒有一個大氣層去保護著 受到那些高能輻射照射過去整個放射性和位數的那些成分 我們找到幾個指標來測它有些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找到 再加上我們知道 對於火星現在的地質的一些認識 我們那些火星探測車 去那裡拿去我們做的化驗 其中一些就是 我們雖然拿不到它的樣本回來 但是它的儀器基本上是做一個基本上 很簡單的研究就是找到上面那些同位數有多少 大約有一個小型的一些叫做質譜儀的一些儀器 我們是放在那些火星探測車那裡的 那我們就可以探測一下那些 譬如有幾種元素它的同位數的比例 有一些比例是火星獨有的 是那個坑獨有的 而在其他的樣本找不到的 那我們去做個分類 那我們就找到一些火星獨有的一些信號 然後我們如果在地球上面那塊石頭 都找到同樣的信號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這個樣本裡面的這種成份 就告訴我們它照計是一個來自火星的隕石 所以現在就很有趣了 我們這樣去調轉鑑證 我們是確認到原來真的曾經發生過的 有一些隕石撞擊火星 令到火星有一些石頭彈了出來 那些石頭是屬於原本的火星自己的 一堆碎石彈了出來之後 就散落在太陽系的空間裡面 而剛好有些就是向著地球這個方向射過來的 而剛好有些就是來到地球的時候 又被地球去俘虜了 還要掉落在薩哈拉沙漠那裡 就被我們撿倒 你可以想像到 應該散落在太空裡面的火星碎片其實是多的 或者由月亮彈出來的碎片照計都多的 但是反過來 由金星地球這些星球彈出去的碎片應該是少的 原因就是大氣左頭左勢 你可以想像如果那個星球沒有大氣 你基本上給足夠的速度 它只需要沒有空氣阻力的話 它就只需要克服引力就彈出去了 所以你會發覺能夠不去到火星 都有少少火星的樣本可以拿到 這個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當然是長遠希望直接拿到火星現成的樣本 因為那些經歷的撞擊彈出來的話 始終可能怕它有一個高溫高壓的情況 令它變了質 你說如果真真正的拿到一個 是未經撞擊過的普通的火星藍石樣本 那我們就會更加代表到火星現在本身的地質狀態 我們現在結束 下一次就回來 我們現在結束 下一次就回來